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救死了 快救救 妈妈 你活过去 我们有点儿 8月6号做扁桃体微创 12点40进去 17点就被告知 看孩子最后一眼 我们就想知道 扁桃体微创 为什么会导致肺部大出现 我36有的他 我现在37了 他没了 我也不能再生了 对我们家庭 那个伤害非常大 就是孩子活蹦蹦跳进去 除了这时候 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谁能相信呢 当时的想法就是 我就陪孩子一起死了 据现代快报 8月21日报道 近日有网友发视频 称自己10岁女儿 在哈尔滨某医院 做扁桃体微创手术 不幸死亡 据孩子的母亲汤女士回忆 8月6日中午 女儿前往北京儿童医院 黑龙江医院 做扁桃体微创手术 手术一个小时后 被通知一切顺利 稍后送到苏醒室 等待苏醒就好 又过了近一个小时 医生告诉家长 孩子咳嗽 并伴有肺部出血 两个小时 孩子父母进入手术室 汤女士哭诉 当时孩子脸色发黑 口中全是血 当时手术室里 有十多位医生在抢救 并把孩子父母送出了手术室 有20分钟后 医生告知父母 去看孩子最后一眼 当母亲询问孩子情况时 医生说 瞳孔变大了 没有抢救价值 孩子家属 则要求院方继续抢救 汤女士还表示 从当天17点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 院方一直没有告诉家长孩子死讯 她认为孩子已经死了 院方却不说 抢救算是对尸体的虐待 汤女士表示 这是自己36岁怀孕诞下的毒女 没想到47岁白发人送黑发人 在女儿死后 夫妇俩一度悲痛欲绝 多次昏厥 目前 家属为了还孩子一个公道 选择对孩子进行施检测 21日 哈尔滨市道理区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 已经启动调查程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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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